本章节讲的主要讲的是联盟行销的陷阱 为什么提到联盟行销的陷阱 其实它最大的陷阱是在于说 一般人把这个联盟行销的东西看得太简单了 到最后把它简化成一种操作面 也就是说思维小于操作面 也就是说到最后可能原本讲的是联盟行销 可到最后竟然讲的是网站架设 然后逐渐把问题说到变成一种技术面 一种课程一种很单纯的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其实可以从一般人讲联盟行销的例子当中 看出端宁 这个陷阱的地方就在所谓的边境理论 所谓边境理论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人他对一个东西不是很清楚了解 只要你能用一种故事性的致缘其说 使用者就相信了 可是对一个有专业的人来讲的话 他本身是有架构基础的 所以他不容易陷入边境理论 就是说不容易陷入所谓资源其说的故事当中 首先我们来看一般举的例子 大部分都是举一些所谓没有成本的产品 也就是他是个软体 第一个因为他没有成本 没有成本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就很容易 你可以看见他跟你讲说百分之百的营收 其实一个软体才五块钱而已 我们讲美金或者他可能是两块钱 可是感觉百分之百就很大了 事实上这金额是很小的 第二部分我们今天讲 他其实很多联盟新交历史是短期限时限量的促销 也就是说好不容易才出现一次 基本上就跟给雷达到一样 至少我们对同一个产品来讲 他就是一个短期限时限量 而且你不见得知道 所以说如果说假设你要持续不断创造这种高营收的话 你可能要一百个这种突然出现的机会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他基本上这个产品是没有后续的购买 也就是说他没有客户资料库累积的可能性 第四个部分的时候是他把联盟行销简化成网站设计 通常就用百万千万或一个月一个星期赚多少 各位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一个星期可以赚好几百万 52个星期他就是亿万富翁 他还需要来卖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今天从这样的观点各位来看 其实他基本上是一种没有产品 而且是突然一时的 而且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 各位想看一次性跟长久性是不一样 通常联盟行销很多东西都做在一种长久性的客户累积 第四个部分的时候 联盟行销是一种谈判 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合作 通常传统的部分的时候 为什么讲到经销权 其实他这个概念就是 我帮你经销 我帮你打出这个广告的名号 然后我可以持续的做你的供应商 像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人才愿意去出成本嘛 可是在这些例子上来讲 他会出现这四个特点 我们用一个比较的一支歌就可以体会到 有一个例子是叫Ogi-san 叫Ogi-san的巧思 他是一种保持保养用品 然后他在做赠品的时候 他是当作百货公司的实体赠品 那赠品单的后面他是有限定对象 就是针对这一个百货公司的VIP 然后他后面是有联络的资料连接方式 也就是说你为了要看这个赠品 你本身要连接下你的资料 那他的目的来讲 他当然不管说是百货公司跟他谈 或者他专柜是主动提醒 他这个是实体赠品 跟一般人家送赠品的时候 送一小包送5cc 完全不一样 他是整罐送 这个就非常有创力 而且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 很多客户当他来换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第一个感觉就是很surprise 第二个部分 他是一次免费换来终身的爱用户 请各位注意他是一次免费 这一次的免费 因为他用了嘛 整瓶用了之后 他也确实觉得他的效果好 所以我常说只要你东西好 你根本不够怕人家用 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去排除人家去试用你的障碍 只要你的东西真的好 使用者一定会感觉到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排除这样的一个障碍 就是说他也不愿意打折 他就直接送给你 打折的话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这个产品很chip 很便宜 所以他的做法是非常顺有智慧的 然后重点是 这个一次免费的客户来源来自哪里 来自百货公司的质量库 也就是说当初 欧阶上好像是跟台帽配合 台帽去做这种所谓的柠檬行销 当然欧阶上的学美美也有一个划车柜 就是一个柜位在台帽里面 既然他不叫专柜的话 那就有点类似临时柜的东西 然后第四个部分 他直接送 一毛钱都只收运汇 而且是限时限量 这重点是 当他把这个东西做起来 把一次客户做成终身客户的话 这个东西就只有他在卖 就只有他们工厂在卖 它是一种长期经营的过程 所以其实联盟行销 他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在于说 我跟你配合的过程当中 可能一方他是资料库 另外一方是产品 他的客户会感觉到满意 同样的我也可以得到获利 现在还有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你这个联盟行销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强调利益本身是属于非金钱的利益 这是个重点 同样的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 书就不能这样做了 为什么 因为书是一次性的 假如我现在一本书送给你 现在重点来了 书送给你了 你还会再买吗 应该不会吧 所以书只能换算另外一种想法 它本身你可以说 我送了电子书 电子书 你就必须要在电子书上做文章 举个例子 他可能只有前三章 或前四章 可是你书总共二十五章 那你就是一种四月的性质 不然的话 你说这个书就本身就是个草稿 那还不确定完稿的部分 完稿的部分又另外卖 像这样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常讲 其实联盟行销 它整个四大重点是 网站只是第一步 网站 你不管加设什么 网站加设部落格 这其实只是第一步 它是最底层的属于科技的课程 所以当它简化到 当你联盟行销简化到网站设计 这本身这观念就不对 第二个部分内容是第二步 第三个部分是客户资料库 怎么去取得庞大的第一笔客户资料库 后来怎么去扩张这个客户资料库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就是所谓的销售文案 写内容跟销售文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内容这个东西 它可能未来部分的话 它是一种深度 有结构的东西 未来可能可以变成一本书 可是销售文案这种是短时间的 随着不同的客户特性 随着诉求点的不同 它会变化 它就好像是一种报纸一样 用过可能就消失了 然后接着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来讲 所以说其实我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 是用着联盟行销的唐一包裹的网站架设 也就是说例子上用的是一种短期的概念 短期用的是一个免成本的软体 然后它不是强调这种长期的客户经营的概念 第二个部分它没有考虑到所谓的非金钱的免费 所谓非金钱的免费的意思就是使用者它今天其实来你的网站 时间算不算华为时间也等值成金钱 它没有考虑到所谓的交叉补贴 也就是商业模式的设计 然后无形软体的部分的时候 它其实它成本是最低 甚至于我们所谓的一次销售跟多次销售的无用 所以其实当它简化到最后面就变成网站架设课程跟影音上传课程 这样其实跟联盟行销已经完全有差异了 所以我们今天常讲 其实为什么人家常在讲说 为什么部落格可以赚钱 为什么他不讲其他的 他为什么不讲YouTube可以赚钱 或者他为什么不讲说网站可以赚钱 其实部落格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就是部落格它是内容导向的 部落格的内容才是经营送点 所以我们常讲 同样你就写文章 有人写是写多的文章 有人是写深跟有结构的文章 有深跟有结构的文章是有见解才会代引管动 这种深跟有结构文章才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什么叫做多的文章呢 你要写多当然就很浅 可能你今天写滑鼠 明天写一个3C产品 后天写no book 这个东西基本上写多的话 它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它本身它就不会有很深入的结构 甚至于我们今天 你今天重点是在卖产品 或推展产品 或介绍产品 你这种东西就不可能变成一本书吗 所以普通写多的文章的话 哪些东西可以写 它跟产品特性有关 第一个3C 就是说一些电脑团3C 你看3C卖场 一个3C卖场可以变成一栋大楼 其他部分除了女装以外 百货公司以外 什么东西可以变成一整栋的 所以3C产品它有一个不断新的特性 所以它可以写多的文章 还有股票 还有预售屋 我们在部落格里面有看到有一个 就专讲预售屋 专讲预售屋的图形架构买卖价格 那个网站非常红 可是重点是 它没有办法写成一本书 然后再来新闻 像新闻就是最新的跟着最新的新闻跑 还有名人 名人太多了 你可以写今天写这个名人 明天写那个名人怎样 然后名人有名人的家庭 名人有名人的朋友 名人有名人的问题 名人有名人的失误 这些东西可以写 可是问题它不能成一本书 所以我们今天常讲 文章除了本身多跟深以外 有销售卖点的文章 跟有关键字的文章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些东西 销售卖点文章 无关产品的本身 也就是它本身是不能成为一本书 你有看过有人把广告 变成一本书吗 很少 除了它是教你怎么去做广告 不然基本上你把所有的广告累积起来 变成一本书 这还有一点点奇怪 同样有关键字的文章 也没办法变成一种书 所以产品可以多 像3C可以写这样的形式 像3C 其实很多3C的部落格 原本写的是一线大厂的广告 然后慢慢逐渐转型到二线产品的介绍 这就是一个联盟形象的方式 也就是前面是卖广告 后面是卖产品 就大家抽成 然后再来 写好玩的文章 写夸张的文章 写有趣的文章 其实这东西都是可以作为部落格的核心 可是重点是在于说 你到底想经营什么样的内容 去真正的感动你的读者 感谢各位 谢谢各位收听